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主題是 綠島閉玩景點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我們要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有一個好消息 跟一個壞消息 好消息就是我們開通IG了 正好在這邊 如果感興趣可以想要看我們日常的同學們 可以去追蹤我們 然後我們會發一些就是 我們會很常發現實動態 然後會發文什麼的 所以可能會分享一些很日常的東西 比較不會出現在影片上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 追蹤我們 對追蹤我們 為了增進影片的品質 我們決定改成 每兩週上片一次喔 對然後 如果說之後我們影片品質 我們覺得就是已經提升到一定程度的話 我們就會變回原本的 上片時間就是一週一直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我們之後的上片時間會變成 星期六晚上七點 對 星期六晚上七點然後 要有準時配你的晚餐 上片 那靜香你有去過綠島嗎 我沒有 我之前 還以為 綠世界在綠島 超瞎 超瞎欸 有人問我說綠島有什麼好玩 然後我就說 我不知道欸 綠世界吧 是誰告訴你綠世界在綠島的 我想說生態啊 我想說去過綠世界 然後我就想說綠綠 我一直以為我已經出來了 這到底有什麼 到底是星辰錯誤還是怎樣 那我這一集我就來告訴你 綠島到底有什麼好玩的 好啊 那就是大家應該知道我 上禮拜有發 有看到我上禮拜上的影片的話 大家應該知道我去綠島 兩個禮拜打工換素 那今天呢 我就要來告訴就是 大家想去綠島啊 或者是你沒有去過綠島 那你想要知道有什麼今天好玩 我今天就通通告訴你們 不失常大公開 沒錯 欸 浪姨你覺得去綠島 到底要玩幾天幾夜啊 因為畢竟在 不是在台灣的分道 就是我覺得綠島 大概三天兩夜應該是玩的 如果你要很盡興的玩的話 我覺得兩天一夜好像有點太緊促了 那今天我就是要來跟大家 就是分享說 如果是三天兩夜的話 到底哪些景點是 就是這麼緊促的時間 到底哪些是一定要玩到的 我先講就是我覺得 我很喜歡的景點 就是地區 然後我很喜歡的 大白沙這個景點就是 它是一個海灘 然後它的海灘的 就是那個海灘 不是石頭 是沙 喔沙子的沙 對沙 大白沙 它是白色的沙子這樣子 不是那個大白沙 不是不是 是大 大白沙 對 然後它特別的地方是 它雖然是海邊 可是它中間有一條 一個橋 很強很強的橋 所以它是連到 就是連到很遠的海那邊 你可以走到橋的最頭去看 然後晚上的時候 就是 下午的時候去看夕陽 就裡面離得很近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海平面那邊 長潮的時候 長潮的話潮就會不見 沒錯 整條都不見 對我之前看過長潮 好像有點看天氣 就是有時候會整條都不見 我覺得還蠻美的 而且它浪 其實浪 浪很大的時候 就是浪花很漂亮 對浪花很漂亮 對 這邊是我還蠻喜歡的點 就是而且還可以坐在那邊看夕陽 好浪漫喔 很浪漫 適合去約會 再講一個我覺得是網美必去的 柚子湖 它叫做柚子湖 名字上它說柚子湖 可是它感覺像是柚子小吃湯 是算綠色吧 還蠻清澈的 很清澈 很清澈 對藍綠色 它其實很淺 沒錯 可是它就是網美順滴 我想只要你穿裙子去 那你這樣回來的時候裙子底部有濕掉 是濕的啦 可是那一件裙子就是很容易乾 所以就還好 沒錯 而且我還穿 就是我還故意就是出去玩的時候還挑 就是要穿白色的連身裙 比較有嫌棄 就是要拍網美照 但我要推的是在這邊拍照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沒錯 然後再來 再來就是 我要想想 喔一個走路的行程好不好 因為我去的都是水的行程 我現在給你一個走路的行程 它叫小長城 有點像是中國的 長城的縮小迷你版這樣子 迷你長城 然後它上去的話會有兩個涼亭 然後涼亭的話就是 因為真的還蠻高的 所以你那個涼亭就會看到海景 它就是一個風景 對它是一個風景 然後剛好你在小長城上面可以看到 就是它風景名字叫做 哈巴狗與睡美人 為什麼有點像 賴蛤蟆的那個 所以就是上去小長城就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景點 蠻漂亮的 可是我覺得上面很舒服 因為上面不是就是很高 然後有海風 然後那時候超想要 就是拿一包滷味在上面吃 就是做一個 就是可以在那邊做一個下午 你知道嗎 就是它舒服到可以來做 好少年人的行程 你在那邊可以做一個下午 還有一個景點是 這個景點應該我覺得 大家一定會去到 因為你去綠島通常都是包行程的 你有去過離島嗎 就是 不是一個沒有出過本島 然後還以為 我出過本島 是不是 本來就是你去綠島 像是去綠島去小琉球 你通常 你找的那個民宿 民宿都會幫你包說 幫你找好哪一間服務遣 喔 就是它會幫你包好 你可以付比如說多少錢 然後它會幫你包 浮潛住宿跟 什麼機車啊 船票什麼的 還包船票跟機車 因為有很多地方可以浮潛 我在柚子湖也可以浮潛 在其他景點也可以浮潛 因為都是水 在港司也可以浮潛 可是這次 施浪浮潛區的浮潛 真的超美 就是 就是你下去 魚是那種 魚不是那種 就是有時候你不是看到 小丑魚啊 多莉啊 那種都會看到 下面的水很乾淨 因為施浪浮潛區 我覺得它水真的很乾淨 因為如果你去其他柚子湖什麼的 水會有點下去的時候 會有點 濁濁白白的 所以這個已經倒可以帶 那個VR的那個地步 很漂亮對不對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這是施浪浮潛區的魚 好多泥沫 我覺得我沒有拍到彩色的那隻魚 你知道嗎 這施浪浮潛區 那時候我們去浮的時候 剛好是接近黃昏的時候 然後黃昏那個海底面 超美 就一片藍藍的 然後 山都變得很堅韻的感覺 很誇張 我覺得美到 美到 我就驚呆了 好醜喔 好漂亮喔 真的超美的 我真的蠻推薦這邊的 就是 那天浮潛真的是 可能是天氣又好 所以我那天就覺得真的太美了 然後 綠島的話 應該蠻多人有聽過 就是要在綠島 跳水 你有看到我跳水裡 我有看到嗎 對 然後我就 然後 他真的這樣 不要這樣 第一個 我第一天去跳了港口 這個你不覺得有點恐怖嗎 我那時候以為港口是最恐怖的 但其實港口是最低 最愛的 為什麼要在港口跳水 沒有 他的港不是真的有 好像不是真的有船會進來 但他就是設計是一個港口 他沒有很多消波塊 但還是會有人在港口那邊玩水 之前算是蠻私藏的景點 叫做藍洞 藍洞 對藍洞 然後藍洞的話 是我覺得我跳過最高的 就是 我覺得有兩三層 有兩三層樓 然後 可是那邊的話 就是我之前去綠島的時候 大家就說這是個秘境 藍洞是秘境 就是很難去 然後我去了之後發現 真的難去 為什麼很難去 他 你去那邊大概路程 大概還有二十分鐘要走路 然後二十分鐘走路的那個路 不是普通你在走沙灘的 是珊瑚礁 是椒鹽 所以你穿著 你穿著 沒有你連假假托不能穿 但我穿假假托 所以去藍洞的話 都要穿 有個叫做 珊瑚礁鞋 可是我那邊去 我整個景帶 就是他 大家說是秘境 可是我過超多人 超多人 而且都是 就是教練帶遊客去 就是他已經變好 變個商業化的秘境 所以如果說 大家覺得藍洞太艱辛 而且搞不好 還遇到很多遊客的話 我還推薦另外一個跳水 是叫做翠虎 然後翠虎的話 他就是 其實我那時候 大家也說翠虎是秘境 然後 我就覺得 好 那我要去 去了之後我反正也是 像小池塘欸 可是 可是 雖然說 當下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以為是那種絕美 可是其實 就是還好 翠虎就是專門跳水的 所以你要爬爬爬爬爬 爬到一個很高的地方 跳下去 然後可是我覺得翠虎 可能你平的看還好 可是你爬爬爬爬爬爬爬 爬上去的時候 看下去很漂亮 再來我想要告訴大家一些 比較特別的景點 我去的時候人家告訴我的私場景點 就是晚上一定要去看星星 綠狗的星星是直接炸在你眼前面 然後就是你張眼 天啊 然後他就是 沒有光臺 對 就是全部是星星 我推薦如果看星星的話 我們老闆有推薦我們 就是去我剛剛說的小長城看星星 我們去了就是 帆船筆 然後另外一個朋友推薦的是 牛頭山 就是反正這兩個都是 草地 看星星跑去 它都是 它們兩個點都是 一大片草地的點 所以大家可以 對 大家可以擇一去看星星 還有兩個我最推薦的 就是我覺得這兩個真的 就是去了就是 美到爆了那種 一個叫做小白屋 它在綠島燈塔的附近 可是我覺得好像有點難找 它在綠島燈塔的其中一條都是草的路 然後那條路 騎到底還會有一個 就是不能再進去的那個 可是 你就是在那邊停車 然後停車之後 用走的走上去 它那邊是專門看夕陽的景點 那小白屋就是因為那邊有一個 白色的屋子 你看看 超美 超美 這邊真的是極推薦去看夕陽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看夕陽的地方 可是它有點可怕 它叫做 夢阿寶沙灘 就是你騎進去一條小路 再經過夢阿寶 對會經過很多夢阿寶 然後到一個沙灘 那個沙灘 其實有另外一個名字叫無人沙灘 因為基本上根本就不會有人在那邊 對 然後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去那邊 一定要噴防蚊衣 超可怕 會有人說帶護身 沒有沒有沒有 它那邊的蚊子喔 就像鬼一樣纏著你耶 就是真的 就是你雖然這樣動 它也不會跑 或是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 它也不會跑 它就是黏在上面 然後釘出來超陽 對 可是你知道它的風景也是很誇張漂亮 然後 就是這樣這邊 這好適合帶拍情侶照喔 很適合 然後 就是真的很美 這兩個景點是真的是看夕陽我很推 超級推 好漂亮 可是這兩個地方都算是很難去 嗯 不是走路走得很難去 就是你可能不知道 你可能不知道 因為它就是在一個 比如說它有一個突轉彎 然後那個彎 你不會想要騎進去的那種 那你都一直介紹風景阿 都是用看的阿彎阿 那有什麼吃的嗎 綠島的推薦 我必須老實說 綠島是蠻難吃的 蛤 吃私心 正真就是正餐 真的蠻難吃的 那很貴 可是我可以說一些 就是我覺得還不錯的甜點店 我有吃一間叫做根生豆花 豆花還不錯 然後很特別的一點 是它豆花就是有加海草 沒味道欸 可是我覺得蠻特別的 可是我覺得豆花是好 就是豆花的本體是好吃的 冰店的話 我還有推薦一間叫做星光碼頭 然後換冰店的話 其實有很多家 然後我覺得都大同小異 可是我那時候吃星光碼頭 我覺得蠻好吃的 它是水果冰 然後就是有很多冰 我覺得其實綠島的冰店 大家都可以去試試看 綠島冰店好像就是 吃的蠻好 看到大家都厚的冰店 對真的真的 冰店的話我覺得 基本上應該是不太會採雷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去我們的酒吧 超多打廣告 對沒錯 其實也沒有 就是我認真去那邊上班的時候 不實行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去綠島 我晚上去那邊喝一杯酒 拍個照就很不錯 它不是那種 很熱鬧的酒吧 對它不是熱鬧的酒吧 大概吃的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好像也沒什麼 就是特別多可以介紹的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綠島蠻值得去的 因為就是我覺得綠島就是 你怎麼走怎麼拍那個海啊 或者那個方便是怎麼拍怎麼美 那大家如果看完這次的影片 就是你想去綠島 或者是你有遇到綠島的什麼問題 你也可以在底下問我 或者是我可以再跟你講一些 更仔細的情報給你 對然後或者是 你想要看我去綠島的時候 當下有什麼行程紀錄的話 你也可以去我的IG看一下 就是我寫一些心得的文章 Hashtag搜尋ZoeInGreeIsland 對對對 如果你們有想要看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這樣子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小鈴鐺 然後追蹤我們的IG 對對對 IG 好一定要追蹤喔 我們會PO很多很多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的 對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而且我那時候就是老闆有叫我 上網查就是美花路的聲音怎麼叫 然後 然後我跟你講 你就過去 騎過去 然後就一直 然後他就是掌頭 好可愛 所以我遇到 我遇到 通常都是會被嚇到 不是你手上 照在他的手上 然後我就這樣 HEEE